这是位于西安寺长儿区神河园上的柳青墓园 柳青的雕塑 人名作家柳青 柳青的一个姐姐 52年回到陕西任长儿县县委书记 柳青当时就到这地方附近的一个称叫黄浦称 《生日生活》写作 柳青墓园平常的时候是进不去的 锁着大门看一下柳青的墓园 这就是柳青墓 在柳青墓的南面修了一个小型的公园 叫柳青纪念公园 这是一种反映柳青 柳青当年在黄浦称深入生活的一组雕塑 和老乡们聊天 当时龙一生财 塞稻谷 受稻谷的雕塑 柳青纪念公园是2019年建成的 从柳青墓园通往王浦称的路 王浦称有柳青的故居 走这条青石路 从园下的柳青故居 到园上的柳青墓园 只需要五分钟 在这柳青墓园上 看黄浦称 在这神后园上 这条河就是浩河 神后园下 浩河边的黄浦称 是西安的小江南 大叶列故神后园 勿把黄浦当江南 黄浦称的一些老房子 房子背后就是神后园 柳青的墓就在上面 老房子的屋檐下 挂满了金参菜的玉米棒 黄浦称柳青故居 柳青的故居在神后园下 柳青1952年到陕西省西安寺 常去任县委副书记 第二年他就辞去了县委副书记的职务 到黄浦称来生活 在这儿他写出了好多小说 其中有长篇小说《仓一史》 柳青在黄浦称的故居 示意出普通的农家院子 柳青故居东侧的路边 距离柳青故居大概50米左右的地方 有棵百年造角树 当年访客离开的时候 柳青常常会把访客送到造角树旁边 现在在造角树下 设了个露台 写着扎根人名 柳青在黄浦生活生活等字 这是黄浦称这个地方 新建了一个柳青纪念馆 纪念馆离柳青故居不远 在黄浦称西边的藏宁宫 还有柳青的图文战士 柳青在长尔 昌一时长篇小书 黄浦称的三年散文 柳青把昌一时的稿费都积而出去了 第一步稿费一万六千多 捐给公社修建了王曲机械厂 柳青工作室 柳青工作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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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